糖尿病患者 糖尿初期若没有控制好血糖 血液中的糖分过高 就像把器官泡在糖水里 容易产生许多并发症 其中研究更发现 糖尿发生肝硬化的风险 是健康人的5倍 罹患肝癌的风险高3.5倍 肝癌是全国主要癌症死因的第二位 因此专家呼吁糖尿应定期追踪肝功能 政府甚至有相关补助 供民众多多利用 糖尿病患者为何要特别做B肝、C肝检测呢? 糖尿病与肝病的发生有很大的关联性 造成肝病高盛行率的主因 主要跟慢性B型肝炎、C型肝炎有关 而且大概有五成已经感染C型肝炎的糖尿病患者 他并不清楚自己有C型肝炎 一旦感染了B肝或C肝的病毒 肝脏就会反复的发炎 导致肝硬化或者是肝癌 加上肝脏本身是沉默的器官 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 通常都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因此会建议糖尿要主动积极做B型肝炎、C型肝炎的筛检 及早发现而且早期积极治疗 糖尿一旦离患肝病后治疗上会有困难吗? 糖尿病患者如果合并有肝脏的病变 不可以掉以轻心 一方面糖尿病患会造成免疫系统的一个低下 因此要慎防细菌的感染 一旦有伤口感染 较难愈合 如果使用抗生素 也有可能对肝细胞造成负担 另外一方面呢 许多的药品都需要经过肝脏的代谢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慢性病口服药的时候要注意 或者有可能会影响到肝功能 患有肝病的糖尿 在服用任何药物之前 请先与您的医疗团队讨论 以确保您的用药安全及健康 哪里可以做B肝C肝检测呢? 一般民众只要年龄介于45岁到79岁 原住民的朋友年龄介于40岁到79岁 都可以接受终身一次B型肝炎、C型肝炎 公费拆检服务 目前全国有7000多家的医疗院所 包含医院及诊所 提供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以及B型肝炎、C型肝炎筛检服务 希望民众能多多利用 若膝肝抗体检测为阳性 该如何进行后续医疗处置呢? 当我们发现膝肝的抗体是阳性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一步检测膝肝的RNA 如果也是阳性 就可以进入目前的 C型肝炎全口服新药健保一个治疗 服用C型肝炎全口服药治疗 不仅副作用低 而且治愈率高达98%以上 治疗的时间大概8到12周 简单快速又安全 在服用三个月的一个药物治疗之后 记得按医师、护理师或各管师的一个主妇 回门诊抽血检测 确认是否完全清除这个病毒 以确保肝脏的健康 提醒堂友 除了要记得做B型肝检测之外 平时也要做好饮食的控制 贵力的运动和定期检测相关的数据 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哦 最后提醒大家 测膝肝很容易 自膝肝很简单